那家研发公司经营不善 去年年底 钱花光就倒闭了 郝清凌他们四个合伙人 就分别按出资的比例 各自欠了对方客户公司 一笔钱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 他就开始四处找钱 想了清这笔债务 也难怪他 他一直不肯说出真相 这么大个人了 好歹也是名牌大学出身 估计他自己也觉得够傻吧 你脸说出来 盈佑 有了这些材料呢 我心里就优朴多了 我这就去准备 接下来的辩护材料 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交给我了 我还想麻烦您 帮我给他带个话 你说 现在赃款的去向 已经清楚了 程序上我完全可以和他的债务 划清界限 所以请您告诉他 不要再一身一鬼地耍心机 现在摆正心态 积极配合调查 争取能够宽大处理 还有 我希望他同意 把离婚的事情进行完 离婚并不代表一段关系的结束 请他不要担心 我会全力以赴地帮他打好这场官司 争取帮他早日出来 好 另外 考虑到他父母年迈 灰灰还小 他出狱以后一切清零 负担太重了 我会酌情考虑给他一些帮助 当然这一切要看他在里面的态度 您有 他的罪责跟你没有关系 你没有必要往自己身上揽 并且现在有了这些证据 他就是不想和你划清界限 也足够把你自己撇干净了 我知道 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他 只是为了少伤害老人跟孩子 进 凌总 前台有一位天洁远先生 自称是您的朋友 说有要事和您面谈 叫他进来吧 嗯 好 晴哥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 公事 是有什么项目要投资还是 新项目没有 到时候有个旧项目 想跟老弟打拎一下 谁说 立新军团最近出事了 之前立新大厦那块地 被张立新给抵押了 卷走了八千万 这事 我立新说了吗 不会吧 张立新在临水 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 怎么会做这事啊 我也觉得奇怪 按理来说 张立新之前 已经不打算买这块地了 怎么突然间玩起抵押来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抵押总得找个中介人 帮着担保吧 你哥我想来想去 也只有你们这样的地产公司 能帮他签线了 张立新对接过那么多地产公司 能过来找我 你怀疑我 我怀疑你啊 我怎么会怀疑老弟呢 我就是有件事想过你们 老弟你帮我想想啊 张立新跑路之前 很多地产公司 都已经扯了 唯独你们一家 还在坚持 怎么了 老弟 跟张立新还有其他合作 天哥是这样 张立新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们总公司下达的 命令跟任务 我没发推图 就走了个过场 过场走完了 我就蒙别的项目去了 这个事我跟简总 还有我姐都解释过 为了避嫌 我把所有的后续处理 全权交给了我的副总 你知道 我们是领水分公司嘛 跟总公司对接 需要走些流程 耽误了些时间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我找错人了 没事 真是大事 能理解 不好意思啊 对了 老弟 我能不能见一下 那个副总啊 毕竟是他负责 执行撤销那个项目的 多少跟立新集团 也有过联系 你跟我 想多打听打听 怎么 不方便 他不在 出差了 这么巧啊 我忙 为了业绩 我忙 我一会儿还有视频会议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 咱们下次再约 忙女的 那个副总姓什么 下次来我可以直接找她 他姓彤 你 吃饭了 走 那在英国待多少年了他 别听那小兔子 林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公司那边事太多了 我来晚了 坐坐坐 童总项目多 我了解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的实地 简红成 简总 城市光电集团的董事长 今日啊 有意在我们临水啊 开发房地产 童总这边不介意 多个项目吗 您说的 这是我名片 童总是这样的啊 政府呢 给我在临水新区 批了一块地 那您知道我干电子的 房地产这块还真不了解 这才多尹总来引荐一下你 尹总可说了啊 在临水这块干房地产 您要称第二 没人称第一 以后您多关照 哪里哪里 不敢当 不敢当 尹总的朋友呢 就是我的朋友 简总您那儿 有任何的需求啊 就直接跟我说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尽快给建总啊 出个方案 那师哥 我今儿得好好谢谢你啊 我好好陪你 这点小事 客气什么 对了 咋呀 说说 你那个人工智能的事 怎么干 咱俩倩倩 这个等王总 陈总来了 咱一块儿说 说好一块儿开发子 他们俩吃饭就没个正点 不等他 咱先说 我得走到他们俩前面吧 同等要不一块儿 对 对了 同等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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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那边还有点事 我得先回去呢 那你们先走 先走 来日方长啊 再见 见到 接 接电话 喂 你好 红桌店子 你好 这里是快递公司 给你仓户寄了一批货物 已经寄两天了 怎么还没人签收啊 我们最近没有订货呀 你说我打错了 我看了些订单 没有错啊 你把你们的地址说一下看看 我们的地址是 平安货仓9号 你找哪个 可能搞错了 不好意思啊 来啦 来啦 不不不不 妈妈给一个 妈妈给一个 这么乖 这么乖 好可 妈妈给一个 妈妈给一个 来 大姐 你这过得挺滋润哪 没有啊 这不是听你的话 乖乖在家待着吗 这几天我也是在认真反思总结来着 我觉得你说得都对 我就应该听你的 我呀 不应该轻举妄动 这件事 我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看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 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 债主让我一周内还九千万 能帮上吗 那你今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张立进之前 手下有一些老人 前段时间你给开了 你把名单给我 你把名单给我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再说当时是刘之成帮我打理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 你记不太清楚你好好想想 我本来打算从张立新这些老人 入手开始调查的 你现在这么一弄 该走的不该走的都走了 我怎么查 那我还不是该开呀 张立新都已经跑了 他们还想在我这儿继续捞钱呀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再说了 你以为他们对张立新很忠诚吗 大难临头各自飞 有的人还没等我开呢 他们就已经自己先跑了 要先跑的 对啊 谁啊 他秘书 蔡林湘 你不知道那个三货 之前有多为难我 我还在想 等我上任之后 我要好好好收拾他 幸好他跑得快 等着啊 回来了 我正好给你捞一碗 你等会儿 我下午去找宁树了 我问他 为什么还在跟立新集团接触 你猜这小子怎么躺着我呢 他有跟我说 他早就跟总公司申请说 要撤销这个项目了 只是总公司 目前还在走流程没走完 我就在想 什么公司走流程走那么慢 他一总经理 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还有 他说为了避嫌 把撤销的流程 交给手下的佟副总去做 我说我要见这个人 他跟我说他出差了 后来我回去打听了一下 这人还真不在公司 可我的职业告诉我 这个宁树 肯定不想让我见这个人 还有啊 不管这个佟副总 是他的帮凶也好 还是宁树想利用他 为自己挡枪 我都觉得这个佟副总 有绝数必要 洪志明 临水人 从临水大学毕业之后 加入了人和地产 开始呢是市场专员 现在是人和地产 临水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你怎么知道 我下午刚见过他 这饺子果然还骗着我 这个佟志明呢 在人和地产干了十年了 业绩一直不错 也没得罪什么领导 本来呢 要升为公司的总经理 这宁树呢 突然间空降过来 就把这当高给抢了 他现在只能委屈 当个副总经理 宁树他俩不对 这也是我为什么 我要接触他 一个人 在本地干了十年 一个人空降来几个月 你说谁 对本地市场更了解 那肯定是这个佟副总啊 那为什么宁树 能三万五次 接触利进集团呢 他在立新集团有眼线 他在立新集团有眼线 张立新的秘书 叫蔡灵霄 这女孩呢 这张立新 跑路之后就消失了 至今没下落 这事交给我 只要把这个内应抓出来 宁树到底干了什么勾当 咱们就一清二楚了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 还能嘴上到什么时候 不过说实话呀 我真不喜欢让他干的 林先生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仓库区 占地八千多平米 一共有八十几个仓库 目前租户大概有三十几家 好了好了 你不用介绍 这些我都了解 这一排有人租吗 这一排目前都是空的 您随便挑 这是我信息数字 要不就这件吧 没问题 林先生 那您跟我回办公室 进几份核桃 行 这边请 这个放哪儿 这个往这边放吧 接下来的箱子 全都往这边放吧 好 老板 货都齐了 太阳了 好嘞 谢谢老啊 辛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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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奖 Glas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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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总 您真是慧眼识珠啊 昨天我回去之后啊 把您说的那块地啊 又详细地调查了一下 这块地的地段非常非常地好 可以说是前景无量 它完全可以把它打造成 新区的一块商业中心 盛总 我呢 简单地给您出具了一套规划方案 请您过目 靳总 您是有什么疑问吗 那您的能力呢 我肯定是相信的 但是我听说啊 最近你所在的人和地产 搞砸了一单生意 这个跟你有关系吗 建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公司没有搞砸过任何生意 是吗 立新集团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吗 立新集团 我参与了 但是目前这个项目还正在进行之中啊 并没有出结果 所以不可能靠咱 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 你看我把话说得都这么直白了 您还找借口搪塞 我觉得也没什么谈的必要 不是 不是 建总 建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您能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一些 立新集团的董事长张立新 在你们人和地产的担保下 抵押贷款了八千万 这人现在跑了 下落不明 你在这件事里干了什么我清楚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呢 建总 我呢也不知道 您是从哪儿听到这些谣言 但是我想我必须要跟你澄清一下 立新集团这个项目我确实是参与的 但是也是仅限于 给他们做了一个背景调查 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 我没有参与任何 抵押贷款的事情 但是你们宁总不是这么说的呀 宁总 他说这个项目你从头到尾都负责 收尾也是你负责 而且你跟张立新有什么接触 他不清楚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他是在血口喷人哪 简总 你不要听信他的话 这个项目在最早的时候 就是宁术把他提出来的 后来也是他单独跟张立新 在谈这个事情 而且我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到现在会弄是这个样 他是想把我拉下水给他垫背呀 反正这件事情现在啊 警方已经介入了 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其中 我觉得都难辞其咎了 但是大家呢 都在临水混 看在尹总的面子上 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 坐 您说 您是被人骗了 我相信 我可以保你一把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要不然咱们只能法庭上见了 您到底是什么人 立新集团现任董文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呀 已经搬了有一段时间了 你是谁呀 还要您别误会 我是他同事 前两天没搬完手机就离职了 公司还会比奖金没给他结呢 这不 手机号也换了找不到 反正过来打进哪里 你说这小蔡 竟敢这些不靠谱的事 他退租的时候也不实现跟我打个招呼 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害得我还得先找租户 这 阿姨 您知道他搬哪去了吗 他去哪儿了 我还真不清楚 不过 当时来租房子的 是他的男朋友晓宁 我这里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给你找找 这是他的电话 你可以记一下 去找找看 了吗 你的电话 你这么觉得 是他们最大的 他带不太 你们得不计言 我 没有 我想 这 可能 郝庆龄答应了 真的太好了 谢谢您吴律师 真的太感谢了 要谢就谢你那个朋友吧 要是没有那些资料 郝庆龄的心态 也不会崩溃 我呢也始终就找不到切入点 那还是得谢谢您 好嘞 那我先挂了 好 再见 剑总 刚才我打听了一下 下午您说出去了一趟 距离去了哪儿我不清楚 他现在回来了 你下午还没有出办公室 好嘞 你就做好你该做的 你帮我其实就帮你自己 是这样 刚才律师那边来电话 说郝庆龄那边的案子 现在已经基本理清楚了 是吧 真的得好好地谢谢你 要不是你搜集的那些证据 这件事情 还不值得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不客气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呀 我想请你吃个饭表达谢意 我最近还挺忙的 以后再说吧 好 这么大算告诉他了 我又忙着打一份官司呢 最次 别打扰他 可宁叔这事已经实锤了 他到底什么目的 后面还有什么行动 咱都不知道 可这事得先让宁又知道 他弟把咱给骗了吧 好让他姐调查他弟 到底做了些什么 别再有任何误会了 宁叔骗了他姐一回 就能骗第二回 到时候宁又再来质问我们 一直循环下去没意义 那你什么打算 还钱的日子马上就到了 连本带利九千万啊大哥 这是我跟宁叔我们俩人的事 悠悠啊 太感谢你了 清林都对你这样了 你还努力为他挖掘真相 减轻他的罪责 这有什么好感谢的吧 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之前我也是气过头了 后来仔细想想 清林本质不坏的 但就这件事 做得不够聪明 这些事弄得真是苦小无得啊 你说他办的这些事 怎么就跟个傻子似的呢 弄得我这儿有气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发 这孩子呀 太不踏实了 经过这件事情啊 我们算是看清楚了 如果再拿婚姻绑架你 那就是不仁无依 我们支持你跟清林离婚 划清界限 清林她 她 配不上你 悠悠 这事你跟灰灰说了吗 还没有呢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 这事不着急 虽然说到底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 但是对孩子的情绪 影响还是很大的 悠悠啊 如果你准备好跟灰灰坦白一切 那就不要顾及清林的面子 可以在会合面前 把清林当成反面教材 你这处理方式可不行啊 清林好歹也是爸爸 该有的尊严还是要维护的 你说她还有什么尊严 当然有尊严 你说爸了 爸 妈 这事我来处理吧 灰灰一直都是一个 特别懂事的孩子 我会用她 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告诉她 倒是您二老 我还真挺不放心的 清林的官司打完以后 估计会有一段时间的复刑期吧 悠悠 这事你也不用担心 我跟灰灰奶奶啊 已经去找养老院了 大约这个清林的官司结束啊 我们就可以搬出去住 您们现在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也都可以自理 干吗那么早要搬到养老院去 悠悠 你这观念也得改变吗 我们去养老院啊 并不意味着被孩子们抛弃 而是说明啊 我们的经济收入还可以 能够负担得起商业养老的费用 这人大老年啊 能够身心独立 财务自由不等不靠 好 在我们看来 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先帮清林把官司打下来 今后要有什么事 你们随时可以找我 我都在的 得起了 堂 剑总 您说我到下班走了 天总 找我 怎么不上去了 老大 在这儿聊聊 有什么好聊的 你要聊的 田哥一定都跟我们聊完了 蔡灵香你认识吧 你跟张立新接触不是通过她吗 不是 金总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没听懂呢 这个人我不认识 她那房不是你给租的吗 而且张立新跑路之前 她就离职了 也是你安排的吧 田总 你别听你一张嘴巴这乱说 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个人 找他过来对质啊 您说 没有不透风的抢 这事呢 我既然介入了 我就会查到这人 但是查到他之前 我给你一次机会 要么你帮我 把张立新抓到 把钱给我追回来 之前的事咱俩既往不咎 我这么说够坦诚的吗 不是 先生 张立新跑路这事 是你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如果你因为咱们两家 以前的仇恨 把这事全都推我头上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 这叫北方 我终于说出仇恨这俩字了 我告诉你 钱我赔得起 我们家也不会垮 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真相早本水落石出 到时候我都不轻着了 湯云太究竟 喂 林树 事情都解决了吗 你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你出来一趟 我也事儿跟你说 好 什么 你说简红成在查我 迟到如今你不能再留在淋水了 要不去一趟国外 休息着呢 你是想让我跟张立新一样跑路吗 不是跑路啊 就给自己放个假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一定能搞得比 你觉得你还能搞定吗 什么意思 他既然已经开始查我了 我就算东九西餐还有什么用呢 简红成既然已经介入了 就说明你之前的计划 他已经行不通了 你我穿腾张立新做局这事儿 就算他现在从你我身上查不到结果 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张立新 他一定就会知道的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林树 自从我躲起来之后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我都不敢出门 我接着出去了 我也不敢去远都的地方 我该被认证出来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希望你能赶紧过来找我 你告诉我事情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没有事情了 你可以带我远走他乡了 那你听我解释吧 这样吧 与其咱俩现在等着简红成来查 不如咱们两个主动招任 真的 你知道吗 张立新走之前 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 我听到过的 他应该是跑到马来西亚躲下来了 这样 你把这个动向 主动去告诉简红成 你就让他看在咱们两个 帮他去追踪张立新的份上 饶过咱们两个好不好 您说 现在咱们两个已经从暗处走到明处了 我们两个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他有的是办法来逼你 不然你今天也不会跑过来找我的 还有那个什么债主阿财哥 他太难对付了 他们的招数太狠了 咱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对手 你我现在腹背受敌 你已经败了 你还想 你败什么败 我没有败 查我怎么 能查出什么 钱我一分钱没拿 让他们查呀 你怕什么 是 冰医集团现在是倒不了 没关系 我让简红成损失点钱 出点血可以吧 我告诉你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就不会罢休 一个计划不行 我还有下一个计划 还有 任何人任何事项 都没有办法阻止我 想剪较复仇 你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一直都是 在利用我对吗 你从来没有想要 带我淋开过淋水 我就是你复仇路上的 一颗棋子对吗 蔡林秀 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 那么纯洁好不好 我没有求你帮过我 是你自己要贴上来帮我 是 不是 你是做过一些事情吗 为了我 我也没有亏待过你 知道简锋承煞来查你 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让你离开险境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还要怎么样 别说你就是个混蛋 对 这本来是我们两家的音乐 但很不惜你被卷进来 我们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你选择了上船 就没办法下船 简红尘 财哥 什么样的手段 你清楚 自投落网 要想到结果 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 像对你我都好 当然如果你实在要留下 也可以 但你出了任何事 我不负责 也不会去救你 你是不是 你知道吗 我没出带来 你是4小姐 没有啊 不负责 选择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